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护栏 号称五星级美侧 在高铁台中站 女侧打造玛丽公主时尚风 以明亮大面积色块拼贴 因为这乘客以商务客为主 一走进来看到的是世界名画 就像博物馆一般 不过走进去来看 是台中捷运的五星级厕所 博物馆艺术风 蓝红沉稳色系 因为这搭车群众 大多来自高级住宅区 两座特色化妆室赤字百万 有个公园 然后在我们北屯区里面很多 未来有很多高级的住宅 终结筹建十一年 最大速度每小时七十五公里 从北屯到高铁 只需要三十二分钟 开始单纸票票一下 十一月十六号市营运 一直到十二月六号 凭电子凭证就能免费搭乘 尖峰时段五分钟就有一班 台中人你期待吗 很梦幻啊 新时代的感觉啊 有一点商店街感觉比较好 对就是例如说有超商或者是卖面包的之类的 不方便 不方便 抬一条 有些年轻族群不会沿搭捷运 不如自己骑车来的方便 另外对于营运面 议会曾有明代担忧 终结通车后会不会赔钱 也是未来即将面临的挑战 森林新闻 刘汉伟李建英 台中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